大家好 这节课主要为大家梳理一下性能测试的关注点 希望通过对这节课的一个学习和理解 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 性能测试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怎么来看这句话 也就是说呢 我们通过对这些性能测试关注点的一个梳理 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到底性能测试 它是用来解决什么问题的 它和其他的测试呢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以及呢 它在整个软件测试的生命周期当中 或者说软件测试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我们这节课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在去理解性能测试本身的一些作用和价值之前 我想我们还是有必要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 对于软件测试的一个作用和价值的理解 到底是软件测试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 其实呢 这是一个很开放式的一个观点 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软件测试到底它的价值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但是无论是哪种观点 无论是什么角度 它一定离不开两个层面 第一个呢就是产品观 第二个呢就是用户观 什么叫产品观 我们既然是研发一个软件产品的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所有的研发工作或者说测试工作 那一定是会围绕这个产品本身来开展 那所以呢我们讲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作用和价值体现在产品本身上面 这是第一个层面 那第二个层面呢 产品做出来干嘛的 产品做出来是主要是给用户使用的 没有用户的产品 那就什么都不是 也没有任何价值 所以我们如果单纯的只是考虑产品 那么这是对软件测试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这个观点 因为产品主要是要给用户使用的 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软件研发也好 或者软件测试也好 我们一定要从用户的角度呢 再去考虑问题 所以呢这就是啊 咱们讲的第二个层面 用户观 那么怎么来理解产品 咱们不叫产品观吧 叫产品角度 从产品的角度 怎么来理解软件测试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那么从产品的角度呢 主要关注的是研发过程 在研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测试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 尽早的去发现一些问题 然后呢尽快的去修正它 越早发现呢 我们呢整个软件研发的成本呢 就会越低啊 我们做变动 做调整的几率呢 就会越小 这是我们软件测试的一个价值 那么在研发过程完了以后 结束了以后 我们最终呢要达到产品呢 是可以交付给客户使用的 所以我们软件测试的作用 最终体现在一个结果的话呢 如果是按照结果导向的辞入来说 就是确保产品呢 是可以交付的 也就是说呢 咱们交付给客户的产品 是功能完善的 也是呢稳定可靠的 这是咱们从产品的角度来理解软件测试的作用 软件测试就是确保啊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跟开发人员 跟我们的整个项目团队一起 把这些发现的问题修好 然后呢把这些这个功能给完善 确保呢这个系统可以正常运作 这就是产品角度 咱们软件测试的作用 那么我们呢再来看看第二个层面 从用户的角度 如何来理解软件测试的一个价值 既然产品的角度来说 我们目的是为了呢 确保交付给用户一个功能完善 稳定可靠的一个软件产品 那么用户呢 在拿到这个产品以后 他重要的一点就是呢 会经常使用这个产品 所以从软件测试的用户角度来说呢 我们更关注的是用户的使用体验 就用户真正在使用这个软件产品的时候 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产品本身的 我们研发团队或者说测试人员 他始终呢 他还是站在一个研发层面的这么一个角度 来对产品进行测试 进行各种功能的一些改善 或者说呢一些用户体验的改善 但是正而八经到用户手里以后 用户实际的一个使用体验 是完全没有办法 和我们的这个研发层面的一个角度做 类比的 用户因为很原因很简单 对于我们研发团队的人员来说 我们都很清楚这个里边的技术的层面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我们也都开过很多会讨论过这个软件产品啊 应该是怎么设计的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 这么设计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问题 可能那些风险 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对用户来说 他并不参与整个这个过程 他只知道啊 我的一个主观的使用体验 有可能比方说 这个产品啊 用起来很流畅 或者说这个产品界面设计的很美观 或者说呢 这个产品啊 我一看我的 我不用学 我就知道怎么操作 操作起来很方便 或者说呢 这个产品 咱们呢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发现他处理能力很强 处理的速度很快 等等 这是用户的一个主观的一个使用体验 而这种主观的使用体验 其实呢 每一个人可能又不太一样 有些人觉得一个产品呢 我觉得你这个界面很漂亮啊 我就很喜欢 有的人觉得呢 这个处理速度一定要快 界面差一点 无所谓 有的人觉得呢 这个功能啊 一定不能缺胳膊扫腿的 这样的产品呢 它是完整的 每个用户 他的主观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或者说每个用户群体 他有可能呢 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这个 主观的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比方说年龄不一样 工作经历不一样 生活经历不一样 出生背景都不一样 他对这个产品的理解 跟我们研发团队的理解 有着天壤之比 他就是纯粹按照自己的一个使用意愿来说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们软件测试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就很难完全的量化 因为呢 有很多主观的东西在里面了 那么如果说要真正去从用户的角度 我们来改进这些产品 或者说呢 来对用软件测试的这个技术来体现的话呢 那最重要的一点 咱们就是要想尽可能想办法去提升用户的使用体验 那么再呢 通过对用户的反馈的收集和持续的改善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们这个产品慢慢的越来越成熟 其实很多软件产品 生命周期长一点的 都是这样的 持续的去改善 我们不可能说一次性的就把这个产品搞定了 以后呢都不用再改了 没有这种产品 最简单就像我们Windows操作系统 从Windows 95,Windows 98,2000,XP 一直到现在的Windows 8,Windows 10 一定都是一个持续的不断改善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改善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用户的使用体验 所以呢 从用户角度来说 最核心的点就是用户的使用体验 或者说用户体验 这是软件测试的一个作用和价值 那么对于性能测试来说呢 性能测试既然作为软件测试的一个 类别而存在 那么所有软件测试所具备的作用和价值 那么性能测试呢都应该继承 所以性能测试我们的目的 也是为了确保呢 产品的可以交付 产品的稳定可靠 也是为了能够体现用户的这个使用体验很好 那么但是呢 性能测试既然更加细化了 其实呢 它对这些稳定可靠 或者说用户体验 这个更抽象的一些标准呢 它就有了更实际的一个量化指标了 那这种量化指标 其实呢 就是我们性能测试的一些 很具体的一些关注点 比方说 从用户体验来说 什么样的用户体验 跟性能测试是挂钩的 那么 一定是呢 用户的这个系统的响应时间 它是跟用户体验直接挂钩的 当我们的这个系统处理很快 比方说我们去访问百度的这个首页的时候 大家能够感受到的就是 它的首页 刷一下就出来了 首页的反应 响应速度很快很快 这是很多其他网上达不到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愿意去用这个这个系统 因为呢 感受很不错 这就是 那么这种感受很不错 在性能测试里边 那它体现的呢 就是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的快和慢 决定了用户的体验 那当然了 这个响应时间的快与慢 它同时也 从侧面反映了我们服务器端的 处理速度 所以这是第一个性能测试的第一个关注点 就是服务器端的处理速度 这是我们要去关注的 那么第二点 性能测试 除了关注 响应时间的这种处理能力以外 我们一定还需要去关注 服务器端的一些这个资源的一个使用情况 我们的硬件资源 带宽的资源 都是我们服务器端的资源 所以呢 我们这个系统 它的性能好与不好 直接影响到我们服务器端那些资源的一个使用情况 比方说我们设计了一个非常垃圾的一套系统 性能很差 那毫无疑问 我们要同时支撑 比方说1000个人同时在使用 那么它所消耗的服务器端的硬件资源 甚至带宽资源 就一定更高 那事实上呢 这也是我们要去特别关注的 因为只有当我们很清楚的了解 我这套系统对于服务器端资源的一个占用情况以后 我才能够更清楚的能够有目标的 去对性能进行优化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既然关注了服务器端的硬件或者带宽 那事实上我们讲三层架构里边 还有一端是数据库 那毫无疑问 我们也需要去关注数据库端的一个资源的使用情况 因为一个三层架构里边任何一边出现了状况或者说出现了瓶颈 整个系统还都是瓶颈 比方说从客户端的角度来说 客户端的电脑特别慢 客户端的带宽很低 那么毫无疑问 我们服务器端弄得再好 这个响应时间它还是上不来 因为客户端这边的带宽 它出现了瓶颈 那么从服务器的服务器端来说 我们的服务器端的这个CPU很慢 或者说硬盘很慢 或者说服务器端的出口贷款很慢 也很有可能影响这个响应时间 或者影响这个用户体验 那对数据库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前边客户端和服务器端都没有问题 但是对数据库来说它的配置太低了 或者说它的CQEG这个写的性能非常差 或者说它的数据库的一些参数的配置不合理 导致数据库那边出现了瓶颈 那么对整个系统来说也是瓶颈 所以我们不但要关注服务器端 也同样的要关注数据库端 那么第四个方面 咱们还需要来关注一下 整个系统的最大访问数量 访问用户数量 明确一下 到底这个系统最高峰的时候 它能够承载多少用户同时访问 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 因为这样呢 我们才能做到心理有底 比方说我们这个系统 我们呢才能够预估它的峰值到底是什么 那么对于平常的一个运营和这个使用的时候 我才能够更清楚的知道 到底现在的这种状态 离我们这个系统的峰值还差别有多大 如果差的越来越小了 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扩展这个服务器端的这些资源 或者说呢 对于这个带宽也好 硬件也好 甚至软件系统的一些优化也好 我们就得开始去做了 因为呢很有可能很快就会达到峰值 系统就撑不住了 而系统一旦撑不住 对我们来说的伤害和对整个用户的伤害 是非常大的 有可能呢 直接导致很大的一个经济损失 甚至是呢 用户直接流逝 那这个呢 我们在具体的这个生活过程当中 其实都有过很多体验 所以咱们不具体去详细再介绍 那么当然呢 怎么来确定这些东西 这就是我们性能测试的一些技术成员 需要去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后边呢 需要重点去学习的东西 那么第五个方面 咱们呢 不单要关注访问用户数量 还要关注呢 最大的业务处理能力 或者说业务处理数量 这个用户访问书和业务处理书 其实呢 他们是完全的成正比的 但是也有一些差别 差别在于 比方说我有一千个人 同时来访问这个系统 但是这一千个人不见得 他们都做同样的业务 比方说有一千个人 举个例子 咱们在淘宝上去买东西 那么有的人呢 可能是在讨价还价 有的人呢 正在付款 有的人呢 正在注册 有的人呢 这个呢 正在选商品 加入购物车等等 他们并不见得 这一千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但是 一旦用户数多了 他的一个业务处理量 一定会增加 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他们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 但是呢 又不完全一样 那么对于最大业务处理数量 我们重点的关注是 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核心业务 比方说对于一个电子商务的一个网站来说 它的核心业务是确保成交的这一部分业务 比方说你去浏览浏览图片 或者浏览浏览商品 或者搜索某一个商品 或者说呢 去发表点评论 它这还不是最核心的交易的环节 那最核心的交易环节就是呢 付款支付 还有呢 确认收获等等 这个过程是最核心的交易环节 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环节 它不会出错 因为这个环节一旦有问题 或者系统出现问题 那么整个所有其他的周边的一些环节 就没有任何 再也没有任何价值 也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们最大业务处理数量 关注的是核心的业务 再比方说 咱们去论坛里边 发一个帖子 或者回复一个帖子 那对于一个论坛来说 它的核心的业务呢 就是发帖 或者回帖 什么注册呀 登录啊 搜索啊 这个 现花呀 等等 这些都是附属的功能 我们最大业务处理数量 一定要去关注它最核心的那一部分 一定要确保 最核心的 不会有任何瓶颈 那么其他周边的一些配套的一些 这个服务 出现一点小的问题 或者是偶尔有一些问题 咱们那是好应付的 OK 就这么一个观点 那么 第六个方面 咱们还需要去考察 系统 能否支撑 7乘以24小时运行 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个系统来说 我们一直在想 需要为用户提供服务 因为用户呢 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他们呢 这个 生活习惯都不一样 有可能有的人呢 是白天喜欢 有的人呢 是晚上喜欢用这个系统 我们这套系统一定要确保是 7乘以24小时能够运转的 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性能测试的一些技术 来对它进行一个稳定性的测试 看它能否支撑 72小时不停的一个持续运转 那么第七个层面呢 我们还需要去关注它的 比方说内存资源 或者说呢 最常用的线程资源 能否正常回收 比方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专有名词 叫内存泄漏 其实就是资源没有办法正常回收 导致呢 内存不够用的情况 这个时候系统没有办法 因为系统运行的过程都是在内存当中和CPU进行数据交换 那么内存呢 起到了一个在CPU和硬盘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媒介的一个作用 所以一旦这个应用程序所在的这块内存 不够用了 系统怎么办呢 这套系统 它只会表现出来唯一的一个特征就是直接崩溃 因为呢 我没有地方可以再运行 所以我们去对一个系统进行性能测试的时候 也需要去关注 它的一个资源的一个利用和回收的情况 那么第八个层面呢 咱们也可以从更细的一个角度 上面讲的很多呢 其实都是跟产品用户相关的一些 这个稳定可靠性或者用户体验方面相关 包括一些服务器上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利用情况 那么我们呢 其实对性能测试的测试 这个还可以再细化到代码层面 对我们可以呢 通过性能测试来 看到底我们的代码 有没有说出现算法涉及严重失误 导致呢 要花很长时间来处理算法层面的一些问题 还有呢 包括我们CQ语据的一个性能问题 这都是更细节的一个层面 这也是我们性能测试需要去关注的 我们呢 从整体到局部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部分 但凡是对这个系统有性能上有所影响的 或者稳定性可靠性有所影响的东西 都是我们性能测试要去关注的一个点 那么第九个方面呢 也就是咱们的刚才讲到的 整个系统的一个稳定性 会不会经常使机 经常CPU不够用 经常呢 带宽堵塞 经常呢 需要重启等等啊 所有所有的这些 它都是我们性能测试这个层面需要去关注的 稳定性呢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稳定性单独抽出来 作为一个测试类型 但是我们呢 把它和性能测试一些技术结合 其实才能更好的去测试出来 这个系统到底是否稳定 否则单独拎出来考察这个系统的稳定性 其实是没有太多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撑的 另外一个方面 对于稳定性来说呢 我们还需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可恢复性怎么样 比方说系统万一真的出现情况 这个是谁也没有办法预测的 或者说我们是无法预料的 到底什么时候系统真的会出现 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崩溃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也需要去考察这个系统的 这个它的可恢复性的情况 这也是属于稳定性的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 就它能不能自动恢复 或者说它恢复所花的时间到底长不长 比方说其实呢 所有的是这些啊 这些关注点一到九点 当我们要再细化呢 其实还可以细化出很多点来 无论以上所有的这些点 那么我们和我们现在所里使用到的一些这个技术 比如说集群 云计算 虚拟化 等等 其实呢都是有相关的 我们为什么需要集群 为什么需要云计算 需要虚拟化 其实就是为了呢 能够解决我们上边的这些性能和系统稳定性 而诞生的这样一些新的技术 所以啊 大家也有此理可以看到 性能测试 或者说本身一个系统的性能 到底它的 它有多重要 它催生了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新的技术 那这些新的技术 其实最重要的 它要提升的就是 咱们系统的一个稳定可靠 同时呢 24小时能够运转 同时呢 也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处理速度等等啊 都是为这样的一些这个指标 而去进行的一个优化 慢慢的变成了这样一些 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技术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咱们这节课需要重点 你要去理解的一些东西 对于每一个层面 其实呢 咱们在后边呢 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技术 来为大家去 一一的去做一个演示和讲解 好 这节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